老艺人于天长期坚定自己的立场 即便他自己有亲人在大陆 他登陆的次数也可以说是屈指可数了 可就是这样义无反顾地支持民进党的他 生活却也并不好过 不仅赔了家产 晚年也过得很不如意 于天是什么人呢 1947年出生在台湾省新竹市的他 原名于清源 在家里面排行老大 是著名的歌手 他毕业于新竹一中 擅长田径 铁饼 牵球 棒球 铁饼甚至还是之前县礼运动会记录保持者的佳绩 在他17岁的时候 参加了新竹台声电台和电塔唱片联合举办的歌唱比赛 因为成绩优异 从而跨入歌坛 开始崭露头角 之后从秘书合众唱片 转而加入了立歌唱片 1978年9月13日 于天与妻子李亚平一起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两人婚后生活十分和谐美满 结婚后的他依旧活跃在歌坛 后来更是以一曲荣树下成名 他也在不知不觉中积累了资历和不少的人缘 之后 家里也陆续添了新人 大女儿于小平 二女儿于怨启和儿子于祥泉陆续降生 一家五口也算是和和美美 等来他的生活从这来看是在正常不过的一名台湾艺人的平凡生活 可是作为演艺圈里面的老大哥 于天一直坚定地支持民进党 所以逐渐也有了要从政的想法 并付诸了行动 2007年 于天来到了当地的事务所 申请改名 将本名改为于天 除了唱歌之外 于天还开始主持综艺节目 并且经常为演艺界红白喜事担当主持人 2008年1月12日 于天依靠之前积攒下来的人脉 顺利当选台湾民进党立委 他也确实就此从歌唱界转进政治圈 其实 一开始对于他要从政的想法并没有得到妻子李亚平的支持 可是后来 却一反常态 不仅鼓励支持他 还身体力行地为他提供助力 李亚平笑说 言而要有信 于天向选民承诺一人当选 全家服务 既然于天曾经承诺选民 那家人都会投入服务地方 作为最小的一个 于祥犬也被安排在立院跟在父亲于天身边学习 每次李亚平出去跑摊的时候 于祥犬也得跟在身边 学习如何做好一名特主 而这些举动 也都是为于天积攒声望 稳定选民的心 李亚平声称只要是有关要用到头脑方面的东西 他都会叫他的大女儿于小平来做 对于二女儿于怨气的话 只会叫他处理一点点关于动物爱心的事情 于祥犬是最让人操心的那一个 就算已经带在身边跟着学了 于天夫妇也深怕宝贝儿子讲错话做错事 不论何时都会随时纠正他 于祥犬如果真的可以帮到爸爸的忙 当然好 李亚平你目前只能说大家来帮你 说起帮爸爸只能帮他跑跑腿 虽然于天的妻子和儿女都是特助 但是并没有领所谓的立委助理费 于祥犬虽然还是每月向父亲于天开口要零用钱 却也是做出了保证 要让大家刮目相看 看上去一切都在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虽然于天一直如此 并且在后面更是成为了立委 可是他私下里烦心的事情却一件也不少 不论是当选前还是当选后 他的子女可都没少让他操心 早在2005年 于祥犬参加节目时挑战歌唱比赛 可是当时因为走音 妄辞而被评审包小博严厉批评 更直接质疑他的一人身份 之后他就一度传出一似患生病及恐慌症等精神疾病 出现各种异常行为 严重影响了自主生活能力 他也自此在台湾名声大噪 而面对儿子的突然精神崩溃 此等情况也让于天夫妇为了儿子病情担心不已 在那之后 于祥犬的新闻几乎就没有断过 陆陆续续又传出了停车纠纷 特权违规停车 闯红灯等等一系列负面新闻 本来是一名艺人 如今却成了社会新闻的常客 为此于天也只能一遍遍地要求儿子出面道歉 2009年 不省心的于祥犬又因为在夜店与人饮酒作乐 因为不满同桌一男子喝了酒 却没有一几分摊账单而产生不满 从而引发争执 动起了手 最终于祥犬被判罪 在那之后他好不容易消停下来 却又患上了当时最流行的流感 只能在家隔离治疗 同时 除了这个唯一的儿子不让人省心之外 于天另外的两个女儿也是接连传出负面消息 二女儿于怨奇也传出和整形医师男友分手的消息 主因只向男方劈腿 让原本就很疼爱无缘二女婿的于天破口大骂男人风流 但不要下流 对此于天也坦言 自己女儿和男友确实已经分手了 他每天待在家里 而且他其实之前就发现了男友劈腿的问题 只是认为男女朋友无所谓 只是结婚之后不这样就行了 于天也坦白说自己结了婚也不敢 抓到不被打死才怪 至于大女儿于小平 1999年进演艺圈 在2007年拿下澳门麻将大赛季军 有台湾赌后称号 可是她的恋起也没比妹妹好到哪去 2008年就传出和小她8岁的中美混血男模交往 且相念不到三个月 两人就在节目上和公共场合拥吻 不仅如此 于小平甚至为了小男友退了10个通告 而且吃喝玩乐都是她出钱 被身边有人笑称是在养小白脸 看着家里这负面消息不断的三姐弟 于天也是头痛不已 儿子各种病痛不断 惹是生非 两个女儿的爱情坎坷不平 着实都让她担心不已 2010年6月11日 于天和李亚平夫妇晚上在台北县三重举行爱心活动 邀请了演艺圈朋友和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担任活动嘉宾 争取选区民众支持 可是在现场最受瞩目 被媒体誉为可以抢走风头的重要人物 却是于天儿子于祥犬女友Amanda 话题新闻多多的Amanda已成台湾知名人物 成为当晚活动的另类媒体焦点 可与以前不同的是 这次她是正式以于天家卷身份与于家人公开献身 于家也向民众介绍这世儿子的女朋友 Amanda接过麦克风大方问后民众端午节快乐 颇有驾驶 下台后则低调不接受采访 维持一贯的神秘作风 历经多个负面传言 于天不止一次公开帮这小两口说话 她十分支持儿子与女友交往 而且对Amanda的印象很是不错 平常就算是公事繁忙 也会偶尔跟儿子于祥全集儿子女友一起看电影 2012年 已经出道几十年的老艺人于天 决定再次重返歌坛举行演唱会 她的好友诸葛亮得知消息后 也前来为她打气 这让于天一下子就红了眼眶 65岁的于天再次站上舞台 震撼开唱 诸葛亮也被于天歌唱现场的十足的氛围感所折服 每次听于天唱歌都听得很投入 听男人唱歌 我只听于天唱才和 诸葛亮除了祝福好友演唱会满员之外 她自己也主动买票支持 除了在高雄的这一场演唱会之外 妻子李亚平拉来了国外的一场演唱会 这两场演唱会可以给她带来约500万元收入 但于天也坦诚 不无小补 而且作为出道多年的老艺人 整个于家几乎还是靠于天艺人在撑着 另外还有朋友想找她一起投资旅游行业 希望借用她的人脉 对此于天也表示愿意尝试看看 经过多年虽然于天的经济情况有所好转 但是始终也是杯水车薪 在2014年的时候 二女儿于院起又被发现患有直肠癌第三期 开始了抗癌之路 治疗费加上之前的欠款 导致于家的经济压力更大了 2016年于天再次走上了政坛顺利当选 2018年 38岁的于小平竞选一员 于天为了帮她助选 不惜向朋友借钱 约砸下500万新台币 对此于小平被质疑没有能力 只知道依靠自己父亲 而于天则怒对 她不靠爸要靠谁啊 还说自己多年来帮过几百位一员电话拉票录音 我替女儿录音有什么不对 可于天借钱帮女儿竞选这一举动 也让他们这一家的境况更为艰难 2022年8月21日 于天纳一直与病魔抗争的二女儿不幸离世 于天拖着颤抖的身躯 靠着耳子于祥全搀扶走到医院大厅 忍痛开口宣布二女儿恶号刚刚走了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笼罩着这位老艺人 于天出面时痛哭表示 早上来探望于愿起状况还好好的 没想到突然恶化 更没有想到女儿主动选择了放弃急救 在于愿起去世时 甚至眼睛都没有闭上 直到她跟妻子亚平说我们放下了 女儿于愿起才微微闭上眼睛 其实早在她离世前的几个月里 情况就很不乐观了 她的癌细胞逐渐扩散到了肺部 只能通过再度化疗来遏止 但是因为身体接受不了 可身体恢复的速度 远远赶不上她癌细胞扩散的速度 没多久癌细胞就遍布全身了 之后还出现全身黑色的现象 年仅39岁的女儿离世 这给了于天很大的打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